云南德宏警方开展打击偷渡违法犯罪警示教育活动 德宏12月21日点为有效震慑违法犯罪教育警示边民群众 提升法制宣传效果 21日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 盲室边境管理大队联合盲室公安局 折放镇南委政府召开打击偷渡违法犯罪教育警示大会 并对16名违法嫌疑人进行控制带离现场 12月19日6025分 永某崩 苏某波 陈某旺三人在境外组织者的邀约下 从王氏经遮放 采取闭关绕卡的方式 将13名中国警示偷渡人员运送至边境一线 对执勤人员当场查获 盲室边境管理大队通报了永某崩 苏某波 陈某旺等16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现场宣读了盲室公安局关于对永某崩 苏某波 陈某旺等16人执行拘留的决定 并对违法嫌疑人进行控制带离现场 该大队民警表示 当前 在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关键时期 刘某崩 苏某波等人为谋取个人迎投小利 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 致国家法律和疫情防控于不顾 涉检组织运送他人非法出入国境 固坏国境正常管理秩序 触碰法律高压线 给疫情防控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随后 警方对参会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让广大群众以身边视警示身边人 让底边村寨的群众深刻认识 帮助他人跨境违法犯罪的危害性 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提高边民群众之法 违法守法意识 同时 让群众对防疫管控的重要性和偷渡违法行为的危害 有更深刻 更直观的感受 对组织 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等 涉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 对组织 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等